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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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人很簡單 應該有自知之明 有自知之明 然後開始明白自己之後 要更加明白你周邊的人 他人有你 你自己有他們 那就是天人合一的最基本的一個道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但始終不離開得到 自己要明白自己 很多人沒有自知之明 就以為自己是世界大自然 全世界的中心 這是很大的錯誤 跟中國的文化根源 有很不同的趨勢 所以 早上學會其實就是天人合一裡面 一個大自然的了解 頭一樣東西要明白自己 跟著要明白大自然 明白其他人 然後怎樣去共榮 我幫你 你幫我 大家開心 大家快樂 但是 不要有一些叫做 虛假的幻覺在這裡 所以這個幻覺 是可以是對自己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這個會的成立 當然也是 好像中國人說的 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要收身 如果你說有興趣 但是不去收身去學 扔時間下去投資的時候 你永遠都是耳邊風 永遠都是聽人說 而聽人說之後 沒法有一個叫做 自己一個價值觀 去平衡 別人說得 哪一件事適合你 或哪一件事不太適合你 所以我們很鼓勵大家 我們的會員 就算我們的師傅 不斷去學習 不斷去研究 不要以為自己是專家 不要以為已經達到先景了 就是學無前後達者為先 所以是不斷去學習 而且我們的會是叫做 學會的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我們不斷去鼓勵大家 去修理自己的研究精神 學習 學習裡面 就不只是靠書本 書本當然是提供一些 基本的資料給我們 打好我們的所謂根底 但是這個學問 不只是靠書本 是靠實習 就是跟中醫 或者任何的科學一樣 要靠實習 你越實習得多 越明白 差之毫利 就會謀之千利 你不是做到這樣的時候 就離開了學習的精神 就變成了太過理念化 理想化 而不是實用化 我們這個學會很重要的 就是幫到別人 不想誤導他們 如果因為我們自己修學不精 說些誤導別人的說話 就真的 阿里陀佛 有罪過罪過 不知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關於這些學會的初初的理念 我們想知道他們 你初初成立的時候 是怎樣 好 這個學會 其實它成立的時候 是1958年 1958年的時候 我還未入會 都是一班 對這件事有興趣的人 好像蘇朗天 我們的創會會長 還有其他的會長 林榮基 他們是真的有學術的 真的不但有學術 每個星期聚在一起喝茶 聊天 我們叫上榜 大家去表白 然後說 有這樣的意見 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是實習 這個是我們的開始 所以那時候 我都未曾知道這件事 對這件事 老實說 是心裏面 心存畏懼 是不是迷信的 是不是或者是誤導的 所以那時候 未曾了解 未曾了解 原因是 為什麼呢 自以為是 自己以為 世界上有些人 常常以為自己高人一等 不會怎麼錯的 到你 衰的時候 就開始去思考 為什麼呢 我發生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我的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我一樣 當我高高在上的時候 目中無人 我看不到東西 但是到自己 有跌了膠之後 就開始問自己 我是什麼 我為什麼會跌倒 還有 還有重要的 我以後要怎麼做 就是學而知不足 這個學術精神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我看某一件事 是會專才一點的 比如說 我看他的事業 看他的性格 我是可以的 但是你問我什麼時候發達呢 這是我最弱的一法 所以知道哪一件事 不是自己的不足 不足就不要說話再學 就不要硬去吹 你保自己 用吹 來保自己不足的地方 這個學術精神 對大家也很重要 九魂 是有一個 就來一個西的九魂 九魂來說 有一種的 所謂風氣 有一種時尚 八魂裡面 也有八魂的特點 七魂裡面 因為我們開的時候 的七魂 是求學 求知的心情 是跟八魂不同的 八魂已經是 虛浮了少少 九魂 因為它是火的緣故 它可能逢一聲 就有興趣 但是逢一聲 就不見蹤影 也是一個 八魂的特點 所以我們的 教學來說 現在來說 叫那些年輕人 答應你跟你三年 是有一點點問題 他做不到 這個可能是他的問題 這也是時勢的問題 所以我們課程來說 都要說 什麼人呢 有興趣 但有興趣 就好像 女生打扮自己 她是想自己漂亮 但她是否一定要你追她 不是的 你不要誤會了 她是為自己表現自己漂亮 是吧 但你想她 真是入心入眼的時候 她不是只要漂亮做基本 要看什麼 是漂亮 後面有內涵 而且吸引到人的心 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要想著 一吸引百幾二百人 現在來說 你們有什麼網紅 很容易說 多少億人 多少十人 就算有 我們不要太開心 因為可能會有膚淺的情況 我們要求 我們希望 多些人 明白我們不是道人迷信 我明白 要什麼呢 借過這個學問 多一點了解自己 也多一點了解其他人 然後進行一個合適的互動 不要這麼容易說 這個錯 這個對 老實說 大自然的社會裡面 沒有錯對或者錯 只是說對不對 兩夫妻也好 兩個朋友也好 是 公司也好 事業也好 都不要這麼容易說 這是錯的 這是對的 有人有他的觀點 我們不要批評他 但是你可以提出 有第二個觀點是怎樣的 是 他接不接受 不要緊要的 這個是虛懷若穀的 一個很重要的心情 不要這麼容易說 我不認為是對 這個你認為是有意思 但是呢 都要給些位子 給別人去上 就好像全世界大局 世界大局來說的時候 似乎有一個國家 是希望捱著人 不讓別人上的 也有些國家 好像我們中國來說的時候 都是說 命運共同體 大家一起 這個心態 全世界都是這樣 有些個人都是這樣 有些公司都是這樣 我會很鼓勵大家 都是一個濟勢為懷 對自己好 對人家好 這個心情 或者請資深會員 介紹一下你們早期有什麼活動 好的 其實資深會員 有兩樣東西要做 一個就是修身 你要讀書 其實有很多書 當然你要懂得選 書來說 跟其他東西一樣 有些比較有內容 有內涵 或者是應該用心 有些就好像有些書 是出產之下 給你看一看 就算了 對不對 所以會選書都很重要 所以來說 我們那時候的老師 蘇朗天 都有幾本很基本的 很基礎的書 那我們就去學 學之後不夠 就要去實用 有時候 學完實用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不足 所以就說有大家來 隨便一起 找上網去談 但是 這方面做好之後 叫做修身 但是修身的原則就是 希望自己 也可以回饋社會 因為社會來說 很多人真的迷失了 迷失的事很簡單 我是什麽 我可以做什麽 我應該怎麽做 那他們來說 所以我們有一個 怎樣指點人來迷津 但是要小心 不要被人 越點人越迷惘的時候 是罪過罪過 所以我們那時候 都很多時候 去維多利亞公園 或者其他市政局 舉辦的事 做一些叫做義務的工作 其實義務工作 當然不會用很多時間 因為時間 人群 不允許我們說很多東西 但是呢 都是希望 指點到它 指點到最基本的東西 什麽叫淒財子錄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淒財子錄來說 有些人很想 四樣都有了 四樣都要了 但是有時候 淒財子錄來說 要提醒人說 四樣裏面 你有兩份 兩樣你已經很幸福了 你不要認為自己 我要求 我想有四樣 是吧 都要看你自己 是 這個都很重要 就是說 指點迷路 告訴別人 你可以要些什麽 還有來說 很奇怪的 你有一樣 好像中國人有一句說 你有賭運 有桃花運 一定沒有賭運 是不是一定對 不是一定對 但是告訴你 你不要那麽 要求高 什麽都要了 所以這個就是 明白哪一樣東西 是可以有 但是呢 有報應 有因果 有這個之後 可能沒有其他 例如另外一個人說 香港人 要小心一件事 你要事業 正常 香港人大部份都有事業 但是事業的結果 後果是什麽呢 可能你的所謂婚姻 兒女的運 就不會十全十美 是吧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什麼叫十全十美 每個家庭都不同的 有些家庭是很喜歡的父母 很抱著他們的 有些子女 很想你給他多些空間 所以要因人而異 大家要記住的心態就是 我既然有多事業 譬如有多錢之後 我哪方面會少一些 就是兒女方面 家庭方面的事 那這些呢 是我們把口提醒他 當然他聽之後 未必同意 或未必有感覺 但是來說呢 等人多些了解自己 用一個客觀的態度 去了解自己 都是比較重要 不要說我是中心 所以我什麼都要 我一差一點 不是十全十美的話 我就不開心了 事實上來說 香港也好 中國也好 全世界也好 美國佬都好 沒有法子 十全十美 是吧 他都明白 你哪樣可以有 哪樣不可以有 亦都是一個宏觀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嗯 現在外面 園學會 組織是很多的 那你怎樣 帶領這個 我們的學會 是何去何從 有什麼 願望和計劃 我的願望是 個個不要以自己為中心 不要只是說 我什麼時候 娶了一個美老婆 我什麼時候都會發達 或者我什麼什麼 這個叫小我 沒有東西不對的 但是小我 有了之後 是應該有 但是要記住 都有一個大我的存在 我好希望 我們會來講 不要只是關心小我 也要關心大我 大我境界 就要看你自己定 比如說 有些大我 從世界觀來講 那就是東西 東方 西面 有些由國家觀念講 是不是 有些叫做家庭 家庭就是要看你自己定 有些就把家庭的定義 比較闊 家庭的定義 比較窄 那這個是你自己的判斷 嗯 我很希望大家來講 不要只是看小我 很多東西都是說小我 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什麼都是我 我我我我 我我字 在上面加個大我 那字呢 是比較適當的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這個社會 你會開心一點 人家你附近 都會更加開心一點 是不是 無論他是美國佬也好 就是你有大我來講 那時候 你容易些包容到 包容得 接納到美國佬 當然 美國佬來講 那時候 一個國家 任何國家 無論美國好 中國都好 一定有三種人 一種是好人 一種是壞人 一個人 又不是好又不是壞 那你美國佬來講 中國都好 一定有壞人 你不要因為 有一小撮的小人 就變成是說 將他整個美國 都變成是敵人 這個就是 他虛懷若谷 那個方面 你看 習慣自己看大我的時候 就會自己 沒有那麼多壓力 或者你們都知道 近代 香港 或者全世界都是 很多是壓抑出來的病 嚴重一點的就是癌症 或者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什麼什麼 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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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睡不著 其實那個平和最重要 我通常說 我很久沒有叫人早晨 但我不是叫早晨 叫什麼呢 叫做身體康健 加上心裡寧靜 所以簡短來說 身腔心靈 好像很簡單 但是老實告訴你 我自己做不到的 是吧 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 所以我發出來的身體 就是要提醒自己 還有提醒我附近的人 是吧 怎樣不要搞到自己 周身都不聚財 好像靜下來都不是簡單 是啊 最重要是自己靜下來 肯靜下來 肯退一步就海闊天空 你死也要站在前面的時候 搞到周圍的人 包括你自己在內 沒有法子康健 這個心康泰很重要 你學了獎上 你覺得對你有什麼幫助 對我的幫助 我剛剛提到 我是我人生的低谷時候 所以幫我解決了 哦 原來明天更加重要 比昨天 我說我低谷就是 我說我作人 是不是 都說我是有希望的 還有根據歷法來講 就知道什麼時候起 什麼時候落 要明白這個大谷 是不是 所以就了解這個之後 對自己的前途 或者未來 又多了一些信心 千萬不要那麼容易 就說躺平 你一躺平 就沒有人幫到你 你都不想動 所以躺平 這個字是近代的字 但是呢 去到躺平之下 我可以告訴你 你沒得救 那你是不是 可以從他的獎上 找出他為什麼會躺平 是因為他的手指 就是說 蘇洛詩 蘇洛詩最重要的 是講的手指 什麼叫掌憂 哪個手指曲 哪個手指直 哪個手指長短 其實呢 這些是什麼呢 是西洋的統計學 他在統計學就知道 你的手指弓 這些叫做 食指 食指長的時候 你自然可以管到自己 還有還可以管到人 那你不僅是長之外 還要不要軟 你軟的時候 你不是錯 你可以管到 但是你對自己沒有信心 被人說兩句 你就轉了彎 那你都不對 所以他跟性格 就是說 老天爺要管你的時候 怎麼管呢 他就說 先生給你一個性格 你的性格 自己操縱自己的時候 老天爺不用管你 他猜到你會做什麼 所以在獎學裡面 看獎學裡面就知道 這個人的性格 他的手指高硬不硬 直不直 長不長 這些是看到他的性格 那教弟女 不就好就好 你知道他什麼性格 是 但是你不要玩弄他 你要接受他 什麼要接受他 他既然是這樣 就告訴你 他哪用可以做 就是好像 你不可以做老闆 那是不是坐在那裡 躺停不做事 不是 找一個適合跟他配搭 而不會找你笨 對 你懂得找人 很重要 所以學長上就是 知己知彼 對 最重要是知己知彼 就是這個世界 永遠都不可以說 自己一個人就解決了 這種情況 有 不多 是吧 千萬不要想自己可以解決 應該就是我怎樣 哪一個人跟他配搭 但是配搭來說 不要要求得那麼高 你不要想著這個人 是十尊 十尾可以幫他配搭 他做到你要求的五成 已經是好的 所以貴人的字 就說 什麼叫貴人 不是100分 還是怎樣 他超過51分 已經是貴人 幫到你 幫到你 但是你要自己知道要什麼 你自己都不知道要什麼時候 那怎麼幫你 所以就說要知己 然後知彼 所以 學長上是好著數 是的 但是呢 識是識 但是呢 不要一知半解 然後呢 扣噴口水 來爭取別人對你的信任 你要真是識 然後呢 你要看多些手掌 碰多些 這種叫硬 這種叫直 這種叫長度 很多時候是說實踐 其實呢 掌相學會 是一個實踐型的學會 不是一個書卷型的學會 書卷就是頭一步 頭一步之後呢 我們很注重實踐 要見微知著 這個很重要 這個功夫呢 是要練回來的 不是只有看書回來的 是的 還有你如果認識了長相呢 你不要用你的學問去鼓劃人 是的 這個呢 任何術數都是這樣的 你幫不到人已經是罪過了 而且要鼓劃人的時候呢 老天爺會生氣的 老天爺會生氣的 老實說呢 真的救不到你 是的 所以要識福和識緣 不要緊要 要珍惜自己有的東西 還有呢 不僅珍惜 就是願意奉獻給別人 收了應該出來 是的 好 今天就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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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